一名新加坡轿车司机在我国添油时 居然使用障眼法把车牌偷换成我国注册车牌 以便添加RUN95津贴汽油 如佛陆交通局誓言追查肇事者的下落 如佛陆交局长阿兹米指出 当局在社媒看到了一段视频 显示失诚一名轿车司机 为了添加RUN95津贴汽油 不惜偷笼转缝 更换成我国车牌添完汽油后 再换回失诚车牌 整个过程被一名在场的民众拍摄了下来 面对民众的质问 司机立刻开车逃离现场 阿兹米强调 这名司机的行为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一旦罪成可被判处 最高监禁五年罚款两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虽然当局没有接获投报 但阿兹米扬言 陆交局官员一定会追捕 这名违法的司机 阿兹米扬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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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